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像那么锋芒毕露的样子 越来越雌眉善目的感觉出来了 又长一岁 刚才还吹牛呢 成熟了 跟特朗普就差一岁 他比我大一岁 所以他今年七十一 他干美国总统快上任了不是吗 干四年 按照他的标准 我想干五年呢 因为比他小一岁 您是干什么干五年 还是干我的教师 那这个时代 今年进入了特朗普时代 这事对您有什么刺激 就是老当一状 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 人家能当总统 还掌握着核爱鸟 他能干到 他再干四年 相当于我干五年 这不就都达到同样的年龄 那您觉得这个世界潮流 是不是在向这个奇葩时代发展 就是你看总统这个级别的 都出来这种奇葩 您觉得这说明我们向何处去 这就是审美的第一个提高 就是丰富多彩的才是美的 所以叫做 这是十五大的 咱们党的十五大的报告里写的 叫做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丰富多彩才是美的 水平 你像建长 特朗普听见会哭的 对 我就发现这个雾霾 绝对掩盖不住这个周老师的智慧 周老师您就提到了咱们这个党和政府 那这个人民群众又需要您来关心一下 主持一下正义 这个天安间有一个51岁的阿姨 但是呢 律师说他看上去像60多岁的 叫赵春华 这个昨天采夫跟我说 说你们不能讲赵春华吗 我是谁说不能讲啊 对吧 对啊 为了证明这个我们这个新闻是自由的 对吧 我们讲一期 讲完了之后才知道能讲不能讲 但是这现在大家都在聊这个事 他就是在天津海河那个地儿啊 大家很说气儿枪嘛 对 那个打那个气球摆那个射鸡摊 但是一审被判刑三年半 三年六个月吧 对对三年六个月 现在很多人帮他呼吁说老太太太冤了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相关图片啊 这个 你看这就是赵春 这51岁看着这比周老师都老啊 哎呦 你说 这个就是那个 他附近的那个摊 就是这种摊 就是拿拿那个气儿枪 打这种气球的 咱们每个人都玩过 哎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呃 打气球的那个枪 然后你再看 这就是这个赵春华的 他一看一个三辆车弄起这个气球射击板来 然后再看呃 这个是他的赵春华呃住的地方 那他的家 他的家 你再看啊 这个不是他的家 但是也是跟他一块摆摊的那些人基本上就是居住环境 生活水平 就是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一个感觉我看见一句话觉得就有点可怜呢 就是这个律师讲 哎呦 我觉得跟我妈一样 就是说 他都这样了 判了三年六个月 跟他女儿就是说 哎 你从这个哪请这个律师啊 得花多少钱呢 贵不贵啊 说这要是这就太贵了 咱就别请了 哎呦 我就觉得对 好心酸 这个穷人倾向于不请律师的 因为我现在我有一个亲戚也被判了 行 然后呢 就找我 就是能不能把他给救出来 你先我先问一下 你这亲戚是罪有应得吗 我的亲戚包工头欠能金工钱 那活该吧 他家人帮他把钱还上了 还上了之后还不依不饶 就是大概可能不知道以什么罪名去 你现在联系不上 就找我 我说那我去找律师 律师说没问题 我去湘河 后来就说需要三万块钱 他弟弟跟他妈说 让他在里面接受一下教育吧 说不定半年就出来了 哎呦 这样的啊 周老师对这件事情啊 您是有没有关注 对我当然有关注 这件事情其实很 大 因为去年的元旦 咱们最高领导人的新年献词 我记住两个 一个是政治上要绿水青山 社会上要公平正义 因为一个司法 社会公正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司法得公正 而司法不公正 等于这个水源被污染 那这流域可就全完蛋了 底下有几个违法犯罪分子 他只能污染支流 末端 这就是一个司法公正的问题 因为呢 这个呃 从这个我们社会来讲吧 叫我们叫良性互动 或者叫恶性互动 良性互动的就是要双赢 要共赢 恶性互动 就是两败俱伤 或者是你死我活 那您说这个赵春华摆设计 他说这事 这算是良性互动 恶性互动 点心的恶性互动 这就是从小 我们老师就教育我们 说大雨之水 是吧 疏导 大雨他爸爸滚 滚就是赌 滚就是赌 滚呢 就是他爹嘛 所以呢 大雨是疏导 那你要固定一个和谐社会 对吧 和谐社会两个要素 就是有何入口 人皆能言 一个和木旁 代表和木旁 饭之谷 粮食食物 有东西吃 一个盐子盘 一个街 人家都可以说话 有何入口 人皆能言 还是我们那句老话 我们要相信群众 相信党 叫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闻者足见 有则改知 无则加美 我都70岁了 因为我学这东西 已经学了得50多年了 十几岁就学 但是那个 相信群众和相信党 有的时候这两件事 是一件事呢 还是两件事呢 其实是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先那个党 叫伟大光荣正确的 中国人党 注意啊 简称叫伟光正 伟大光荣正确 但是那党里 还有走资派呢 那时候我们 所以党里还有一小撮 所谓 现在叫野心家 阴谋家 那也是党 你像周永康 难道不是党吗 人家是党的常委 正国际的干部 党的一股污泥浊水 它的一个成分 对吧 没错 是这么回事 所以呢 咱们这个得纠正党风啊 但是我觉得啊 您先别老提党 党现在都提以法治国了 您刚才就讲这个公正 但我现在觉得 大面上讲司法公正是没错 可是呢 真的到了具体司法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呢 这事很复杂 比方说赵春华的这个 好 把这枪一收来 其中有六支气枪吧 对啊 抽标 他也 你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按照法律条文 判的这个公安部 呃 好像是前几年吧 出台了一个标准 据说啊 据说这个枪 主要衡量标准 你看 哎 最近这几年呢 因为这个射枪的这个案子 直线上升 呃 然后呢 因为什么呢 玩具枪 仿真枪 气枪 这玩意儿啊 在一个标准之下 人们有点谎范了 搞不清了 因为什么呢 呃 有一个这么一个公安部的 这么一个一个规定 基本上是按照杀伤力 就叫枪口的叫比动能 我理解就是啊 这个弹丸 打出枪口的时候 弹丸的这个子弹的横接面积 和他这个离开枪口的动能之间的 这个比 对 叫每平方厘米 1.8 胶尔 每平方厘米 1.8 胶尔 已经比前些年的标准呢 就是减轻了 减轻了十倍 就是什么概念呢 你当然 就是呃 按照法律上来讲 就是你这个 不管仿真枪 真枪 假枪 都是 看给人造成什么伤亡 而这个每平方厘米 1.8 脚尔呢 说的是什么呢 对眼球造成损伤的最低标准 那你要这么说 这1.8 脚尔打到你 别抽我 别抽我眼球 对 除非是打眼球 对 但是你要按照这个标准一衡量啊 这射击摊上的这个 这就全都是非法枪支了 所以你要说法院 他他怎么不公正呢 他是你按照这个条文 裁裁裁 那你就是犯了这个这个这个规定啊 王太老师 但是得纠正一个说法 他不是法律条文 他是公安部自己的一个规定 就是这个我们有枪支管理法 里边的标准呢 是没那么清楚 比较模糊 所以为了补充 说有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 公安部自己来了一个条文 说1.8 这个1.8呢 是2011年弄的 比以前的要严苛了 大概十倍左右的 对 原来16嘛 对 16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一个内部的条文规定 说法院可以借鉴 法院也可以不借鉴 他如果是一个法律的话 他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 才能办 这个是公安部自己定了一个规定 你说的清楚了 他是一个规定 但是呢 作为法官来说 我判断你这个枪 到底是不是违法 就是你这个枪的杀伤力 有多大 我按照公安部制定的这个行政的这个规定 来来做做认定 有错吗 当然有错 对对 为什么呢 我们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但是呢 什么法 首先是宪法 宪法是根本大法 它是母法 你别的包括规定 你都是子法 甚至你都孙子法 那你必须符合这母法 那么我们还有个立法法 就是按着比赛规则比赛 按着游戏规则游戏 定规则也得有规则 我们叫立法法 那么立法法有一条 必须得已经公开听证 听证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狗叫 小狗也得叫 你比如说法定轰铃 原来是16 女的18 后来改成女的20 男的22 对吧 你得公开听证 官听 你得让各种意见都得表达 反正经过一个程序 由基层的人民大部大会 到全国人民大部大会 通过你才能 不是你公安人员 你公安部的一个部门 你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 你定这种规定 你说你说 比如买菜刀实名制 荒唐啊 菜刀实名制 这叫什么呀 这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就是笑话 将来要进史记的 你想想 这个定的历史赤足处上 那绝对要定的历史赤足处上 太荒唐了 所以叫荒唐荒代 荒谷荒物荒物 我们都自荒嘛 咱们先去下广告行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荒谷草木皆充 我现在也要进去 荒谷草木之后 你自己想说 来到荒谷草木之后 还看着荒谷草木之后 我现在没关系 荒谷草木之后 过去咱们老以为 法律是铁板一块 感觉像机械一样 精确 不容有差 但是实际上 我近些年 我一直在想一个事 这里边永远离不开 一个人的自由材料 就是人类社会的事 你发现没有 你不管定出多数的条文 一个警察在具体执法的时候 总有一个空间 是属于自由材料 比如说你看见一个 贪贩 对吧 一看那个样子 比如说身有残疾 或者生活穷困 你一个警察 有的时候你就免励 你也可以管 你也可以放他一马 那你该怎么理解 我后来发现法官 其实也有这么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还真是法理不外人情 有些事你一听 我听着我都觉得冤 就是说有一小伙子 网购买20多支仿真枪 判什么刑 无期徒刑 他买20多支当玩具买的仿真枪 就是非法买卖武器 甚至有人想要检控他走私武器罪 就是说 这事不太符合咱们一般的常理常情 对 其实在这个法律里边 法官他有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东西 叫做新判 就是你在证据的这个法律 这个法官当然要采信 要分辨 他会有一个作为判法的依据 但同时他的心里边会有一个最常识的一个判断 就是你提的这个证据合不合理 合不符合人情和人伦这个东西 在法官心里边是会有一个裁量的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陪审团制度里边 他就只不过把这一块给放大了 就是陪审团基本上我就感情用事 我就倾向你 我就判你了 在我们的法院里和法官里边是应该有这个的 但是这个的具体的这个的案子里边 这块就完全没有 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的警察 你是不应该去抄的 而且作为一个正常的法院的法官 你就不应该去判的 实际上这两层全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僵化 而且在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 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公安站的位置太盛了 气焰太盛 地位太高 就是按说公安检查和这个法院三者 应该是一个制衡 一个牵制的一个一个作用 在很多 但是在县里面很多的案子里边 公安这一块是占据了很大的发言权 我就不能理解了 其实我也想问周老师 这个周永康都倒台了 怎么公安局这么条例还那么大呢 就是他说了一个规定 或者他一个这个内部的一个条文 这法院就得踩 这对他们老周家的回答 政治上反腐周永康是政治 周永康 不是周永康 他是属于 这个就是去年 去年3月18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报里写上 周永康薄熙来党 搞非组织政治活动 今年呢 不是 去年又有一个词 就是另一话出事以后 叫做违反了我党政治纪律 原来叫党的纪律 先叫违反了我党政治规矩 对于政治规矩和 非组织政治活动 这都是政治问题 人家说的非常清楚 这两词都公开的 所以您给他 你问他法律问题 他给你说的是政治问题 人家是政治局常委 我觉得周老师回答了我这问题 周老师还是讲讲法律问题 这事上 您觉得该怎么办 因为法律问题得证据 证据得举证 执政 认证 所以证据非常重要 但是咱们国家有好多案子呢 一说 他那监视机就坏 这怎么不支出责任呢 监视机有没有 咱们北京的探头 得达到几百万个 对不对 证据 他坏了 他那执法医 他坏了 这就是做伪证 他有说吗 谁都知道 你只要精神正常 你都知道 他在做伪证 做伪证什么意思 做贼心虚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气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交门 这都老不起几千年的话 所以说以法治国 还有一句话 叫以德治国 这是党的大众方针 这是不可偏废的 什么叫得 良知 常识 常识良知 你都废 你都 你像这仿真枪 你就愣干说 给人家判了三年半 你这跟常识 你都不符合 你没有良知 你是这么个问题 哪里是法的问题 你说他这话操 理不操 怎么我这话操呢 以德治国 以法治国 这是我说的吗 他说这事 他把我从一个思维里 给解了出来 我原来还在想 就说法官肯定是个教条主义者 是个刻板主义者 然后他就 我找这个条文 我就这么判 但是我觉得周老师 您真是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这个人心 这人心 很多时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一件事情 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法官你也是人 那你这颗心在哪里 我觉得你提到了这个程度上 就是冷漠 或者对人的权利的这种冷漠 藐视 对良知的这种放过 实际上 他可能会觉得 这公安就判了一个案子 这年底了 案子多一点 我就让他过去 他就不愿意去得罪公安部门 再来一个循环 我驳回 你再重新来一次 就是他可能已经逆来顺受惯了 我觉得是个地方法 所以你看 你跟他讲法律 他跟你讲政治 我觉得周老师讲的是对的 对 然后讲的是根本大法 所以再有一个 就刚才你跟他讲法治呢 我倒是很想讲讲感情 这个就挺有意思 就前一段 包括聂树斌的那个冤案 我也是啊 我觉得在司法检讨上啊 已经不用再多说了 现在就是让我 我觉得周老师对我真是很有启发 就是现在很多事情 的确让我想到一个人心的问题 就假如你是这个链条当中的这一环 我那时候我说 你看那个在那个 那个有个老照片 聂鼠斌被枪决之前 我说这东西明明不是他干的 就栽赃 就要让他干 而且把他给毙了 这个头上三尺 你有没有神明了 就是你你你你你不怕报应了 我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某些个吧 只能说少数的这个执法者啊 他内心深处这种默然 哎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啊 也许我也会变成这种理性 叫叫叫有有有有理中课 啊就专业理性 叫什么人的异化的工具 比如说假如我想我当了法官 我会觉得一个小伙子买了二十多支玩具枪 我这一锤子救他 无期徒刑啊 一辈子啊 哎这个心理不颤忧吗 您您觉得这是值得人说一句话 深刻的认识过去 我们可以弄清现状 这个 比如说几个例子 杨南乌小白大冤案 对 苏喜处理了百名朝廷命官 聂淑斌 一个责任者没处理 你想想 你说是不是倒退 那就好几百年以前了 你想聂淑斌是一二十一岁的 一个人毫无的 什么事没有 就说他 奸杀 完了就把他毙了他 那么这种案子 为什么你不让讨论呢 那你这几十个责任者 包括检察官法官等等 你们就不忏悔啊 你们就不自我批评啊 周老师说的那个啊 就是不追究 其实跟赵天华这个案子 有共通的地方 都其实凸显了某一部门的权力过大的问题 就是权力过大 你如果追究了 就伤害了多少伤害基层人员的心 以后你还让不让他干活了 这类的说法 他有他的合理性 就是在某个体系里边 有他的合理性 说你要指着他们去维稳 这样的话 当他去出了错的时候 你就不敢处理他 这个事啊 也的确 你知道什么内幕吗 因为我觉得他海河边上摆这个射击摊 他这应该是司空见惯的 他为什么一下子抄了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的 我自己推理的 不能作为政绩 就是年底来了 其实事实上也是犯罪率在上升 因为年底的时候 很多在城市里面打工的 有些人 比如没找到工作 没挣到钱 但是他要回家 有的连路费都没有 有的回家之后 我觉得都没钱 没法无言见自己爹娘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公安部门都知道的 就在年底的时候 犯罪率是一年里边最高的 犯罪分子要过肥年 要过年 他 所以我们经常会提醒现在一些女士 你在路上晚上走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贼要回家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应该出动 他也会 正常就出动一些严打的手段 比如收缴非法刀具 收缴枪支 这些东西 就把这些案子给破掉 以免在这个地方 发生什么一个刑事案件之类的 但是他就是 一个体系的运转的时候 他秋风扫落叶 他不会考虑到一个具体的人情的问题 他就要把这个非法枪支 以后全给我收了 基本上就收了 但我觉得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他心里面有没有问过自己的良知 会被别人判一个无期徒刑 有没有难过 我觉得他做第一次的时候会难过 第二次的时候会比较难过 第三次 第四次的时候就不难过了 比如说 堵在那个街上去抓别人嫖娼的 出来以后我逮你 这本身是一个不中证据的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违规的一个行为 但是在这个严打行动里边 这个行动是被认为是合法 是他认为是正义的 那你按照这个行动的规定 把人给打死了 是他们会觉得 就是失守 而不是认为你犯了一件罪行 所以他为了不否定整个行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他一定要肯定这个人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嫖娼卖淫 本来叫失足 原来我们那是叫失足 失足也是个道德说法 对 他是以德治国的范围 他根本嫖娼卖淫就不规法 是容留人家卖淫 介绍人家卖淫 犯法 你去看看那法怎么写的 你说这事儿 周老师多么儿庆 所以他本身他所谓的暴力之法 他抓的谁 他要是抓的开机院那个 没准还有点可能 因为他容留人家卖淫了 容留 对容留 介绍 真正的妓女卖淫 或者叫性工作者 人家是叫妇女教育所 我去过 咱们中国有几种教育形式 妇女妇教所 妇教所 当然我们社会学 我们有这门时 我们这调查 妇教所跟老教所不一样 跟居留也不一样 跟那个判刑更不一样 妇教所一般是两年 纯粹你卖淫 你就说我就是妇女 我就愿意 为什么呢 产权落实了 我就拍卖 我就租赁 我就担上 社会学 对不对 你那小子 产权谁的 对对 产权自己的 性权是谁的 你得说谁的 18周子以前不给你 租赁使用权 对 18周子以前不给你 就是有使用器官的自由 那我们老师说话都成罪 你使用上子 人家使用下子 人家就放到访法了 你得变了变了 上子跟下子有什么区别 都是器官 所以它是个教育问题 它是个以德之国的问题 你本来打击就不对 对 你知道吗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原型广告之后见 我有时候这个揣窜 因为我跟一些个公安 也是朋友 就是跟工作无关 我就感觉到 这个公安干警 它内部有情绪 你这个 包括你看香港出什么事 我就发现 他这个警队的高层 他特别爱提的一个概念 是叫警队士气 就是我作为纪律部队 我管这么一帮人 他都是国家机器的体现 说这些人 他们有个士气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就有时候觉得 比如说粗糙执法 某种在执法当中的一些作为 甚至于你像这个基层警察会认为 我干有些事情 我是执行上级指示 对吧 我执行上级指示 最后你把我打了 或者说 我这么多年都是这么执法的 然后偏偏这回把我给弄住了 那这样的话呢 有一句 他们内部常有句老话 就伤了广大公安干警的心 忽说八道 在前一年我们有三讲 讲政治 讲学习 讲正体 那是讲的正体 可不是讲邪气 你知道吗 你错了 你就说 我就对 我就是 我是流氓 我怕谁 那一定得改成 有流氓 谁怕你 讲正体 因为我们都参加过这运动 三讲嘛 对 不是讲邪气 您就在零 您就在零 但是呢 你讲什么事情 是邪气还是正气 你得说清楚这个 什么叫杀了广大公安干警的情绪 这都胡说八道 我一再说 假成老人家说了 要把那个清除我们的嘴 败类 叫害群之马 把害群之马一清除了 那你们这些好马就没势气了 看来周老师 开玩笑 简直 我告诉你 假部长感觉不错 不是 周老师这个拎的 不是 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年轻 他记得比较清楚 再说人家假部长干了三年 三届 一般都是政府 总理都是一般是两届 他干三届 所以 因为那时候报纸都是他宣传 而且假部长又是千万大学别的 这跟您也有关系 不是有关系 人家是高最高学府别的 他是从人大来的 对 这个的确 你们学者不是近些年还讲一个词 有个词叫潜规则 潜规则 就是 有时候也在说 你说这案子 我当时在日本 头板头条 确实是国际影响的 但是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美国的法律里边有个判例 如果说一个案子 比如说赵春华 你这个给改了 或者给这样 担心不担心 千万个案子都需要纠正 这是不是个巨大的压力 这也是个巨大的动力 您这个说法 你就必须得纠正 有错必改化 有错必纠正 还有一个 他就是 他主要是 谈立法 主要面对未来的 对 他为后面的案子 要做一个借鉴的 就是 他对以前的案子 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 对 我应该看到